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你梦想的开始 莫辰 这是您交代定制的礼服 麻烦你了 长叔 莫辰 我知道您对慕麟山小姐的感情 但是为了你负极 你可千万不能心软 我知道 你一直都在为别人设计 这是我特意挑你最喜欢的 这是没有选中的设计稿 去法国定制的 这是你什么时候准备的 在你过生日的时候 可惜 我没有等到你 你也没有出现 不过没关系 迟到了祝福 也可以发挥它最美好的祝愿 不过不过 你也没有出现 你这个人设计 你们又有点啊 你也会不愿意 不愿意 你都没有出现 你也不愿意 你不愿意 断了设计师的路 你竟然知道 为什么还这么做 因为我不想 成就你的阴谋 没错 我曾害怕 失去这家店铺 所以丁文啸 放弃了 私人定制计划 让我进了底埃 他却为了留住 消失光年 受尽耻辱 你将信木 可能失败的责任 推给了我 他却为我寻找 信木的灵感 他有多么希望 信木可以成功 让我展翅登上 更高的舞台 他将永远地困在这里 他处处为我着想 可我呢 所以我决定 放弃我设计师的梦想 去证明 真正能带领帝哀的 是丁文啸 而不是你 我好像来过这儿了 但是我不太想得起来 温 温相 你别着急 慢慢来 想不起来 就先别想了 丁珊 我的脑子里 总是出现另外一个女孩 她是谁啊 哦 她是公司的同事 蔡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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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大事了 岩下之前交的设计稿 全是抄袭雨薇 前几季的设计 难怪 岩下不理须纵了 岩下这招 将以笔之道 浑室彼身 那最后董事会怎么处理呢 董事会现在决定 暂停关于信幕的所有支出 并要求在信幕交稿日期前 完成设计 如果没完成 将撤销许摩珍总裁一职 那这么一说 最有可能抢救迪哀的人 就是丁总了 对 这一周非常的关键 我现在倒是挺好奇 徐墨尘该怎么说服岩下 这么着急找我 什么事啊 丁文叫的离开 是因为岩下设计的发布会失败 让迪哀陷入危机 董事会 才做出让他离开的决议 我为了 岩下以后的路 所以才想他回迪哀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 会影响到丁文笑的私人定制 这一连串的误会 导致了岩下的临阵脱逃 戏幕的停滞 也影响到你网络销售经理的位置 一定要说服岩下回到迪哀 要不然 刚成立的网络销售部门 就要被撤销了 我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 我来处理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岩下有通天的本领 岩下居然不顾自己的前途 给许墨尘来这么一下 我们刚好趁这个机会 再给许墨尘交点油 说来就来 喂 许总 我正有事找你 你的电话就来了 关于海外宣传 我要说的就是这事 关于海外宣传我已经铺开了 宣传的场面绝对让你叹为观止 所以这边可能要追加一些费用 暂时先停一停 许总 如果现在喊停 那我们之前花出去的钱 可能就要打水漂了 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没什么 你就按情话进行吧 那我就等你的设计稿了 许墨尘 我看你怎么收拾这个残局 艾琳尘 你这招够狠的 这就是告诉你们男人 千万别得罪女人 灿尘 马上从设计部给我一些设计稿 许先生 我们设计部一直都是流水线作业 我们手中所有的设计师的设计稿 也只是一部分 我们没有完整的设计稿 我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办法 今天之内 必须给我一些设计稿 迪安姓木的全部注意都在你身上 你怎么随便说丢下就不管 你现在应该先交设计稿 然后再跟许墨尘道歉 你想听许墨尘出头啊 我不是在帮许墨尘 我是在帮我自己 因为姓木 我才能成为迪安的网销经理 你不交稿 姓木就要停 那我不就没有机会进入迪安了吗 思琪 许墨尘在利用你 你真的以为你为他做这一切 他就会感激你 记得你 你想多了 不要因为他灌迷魂汤 你就毫无保留地相信他 那是站在你的立场上看 丁文秀 不也给你灌迷魂汤了吗 他俩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严下 你和丁文秀不可能 但我和许墨尘有可能 你能不能别那么自私 你如果真把我当闺蜜的话 你就为我想想 我警求你 帮许墨尘交稿 我画了这个设计稿 才是真的把你推向火坑 你的意思 是不帮我了 不是不帮你 我是不想帮许墨尘 那有什么不一样啊 文秀 你把衣服脱下来 我帮你洗一下吧 不用了 我现在不想改变任何事情 我怕我记不住 寻找记忆 不是一两天的事 你得慢慢来 我总是记着 我要急着去做什么事 可我就是想不起来 我还记得 我好像在缝着什么东西 我还看到你跟别人抱在一起 可是那个人好像不是我 我还记得 我好像跟家人在一起吃饭 可是我看不清他们长什么样子 闻笑 你休息一下 别想了 啊 灵珊 你真的是我的未婚妻吗 可是 我为什么一点都想不起来 闻笑最深刻的记忆砖 为什么关于我的部分 那么傻 蔡宁呢 她已经下班走了 走了 设计稿没有给我 竟然敢私自下班 你的电脑还有设计稿存档吗 有一部分 但都是之前 牧总监没有通过的稿件 把它全部发到我有箱 我会设计稿档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不是在想文笑啊 没有 这孩子 你就是改不了嘴硬的习惯 眼下 妈妈那天说话有点过激 你别往心里去啊 妈 我怎么会记您的仇 那就好 妈是真喜欢文笑这孩子 我是真的希望 她有一天能够成为咱们严家的女婿 你看我这开开心心呢 准备迎接你们回来 结果 眼下 妈知道你喜欢文笑 却因为你的善良 不想跟那个木陵山争 所以你才压抑了自己的情感 可是文笑心里要是有你 你觉得你们俩这段感情 能躲得过去吗 再说了 他们俩的感情 要真是那么好 你强也强不了 妈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 那在我离开澳门的那一刻 文笑就会来找我 可是到现在了 他都没有联系我 就说明 我带他去澳门 找牧总监是对的 你觉得对的 文笑未必这么认为 我觉得这样 其中肯定有原因 我跟你说 妈是过来人 所以妈看得清楚 在感情世界里啊 永远没有对和错 只有爱与不爱 这退让 或者勉强 那都不会幸福 你看 你爸和我 吵吵闹闹互不相让 但是 都在意着对方 心疼着对方 对吧 妈 我知道 其实你反对爸爸 开这家店铺 是因为有我和颜东 如果没有我们 你不会反对 还有我接受这家店铺 这是你爸的心愿 妈是怕你太累了 眼下 你是真的长大 妈以后啊 也该让你自己做选择 从今以后 你的事啊 妈都支持 谢谢妈 谢谢妈 傻孩子 自己家里人呢 永远别说谢谢 谢谢妈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现在迪埃的情况 不容乐观的 如果再有的许摩尘 这么胡搞下去 我们恐怕会血本无归啊 但问题是 你现在转让迪埃股份的话 也得有人接盘才行啊 以前那个王董 跟雨薇的王总 转让过迪埃的股份 王总一直希望并购迪埃 我们也许可以试探一下王总 说不定还有机会啊 那我现在就问他 喂 是王总啊 我是迪埃的董事刘董啊 不知道我手上的股份 你有没有兴趣啊 怎么 你有想法 要不你一会儿来哄太母 我们见面聊聊 好 我等你啊 连我的股份一起谈 喂 爸 能不能帮我个忙 喂 林娜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是不是 迪埃的股东 都蠢蠢欲动 怎么女人那个心思都那么缜密 有什么好处 可得赛上我一份 没问题 这时候出手 肯定稳赚不赔 我这就过去 你等我好消息 如果王总能够收购我们的股份 咱们也就解脱了 你好 两位 是 听说两位有意出手低哀的股权 这是我的名片 明天我就拿给公司去评估 依我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麻烦你了 许总 明天也麻烦你 向DI申请第二笔款项 刘董 王总 你来晚了 我们已经跟别人 签完合同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 你们已经跟其他公司 签完合同了 什么公司 王总 实在不好意思 这个属于商业机密 我们不方便透露 DI的股份 到底是被谁买去的 这个神秘人 似乎很了解 敌爱所有的状况 他到底是谁呢 我曾用过卑力的手段 我曾用过卑力的手段 现在全部都回到我身上来了 我错了吗 拿回属于您的一切 我真的做错了吗 聂小姐 你又来了 怎么了 不可以吗 只要你有门禁卡 随时欢迎 你 你要有预约我帮你联系 我找许总 抱歉 许总还没有回到公司 喂 司机 喂 陌尘 言下他还是不肯参加戏幕 我说服不了他 喂 陌尘 许陌尘 文宵 文宵 出去走走 偷偷气吧 别走门在家里 我哪儿也不想去 只想一个人静一静 你越是想 就越想不起来 出去走走 说不定对恢复记忆有好处呢 你不想去 你不想去 你赶紧有好处呢 我哪儿也不想去 你不想去 我哪儿也不想去 你不想去 你不想去 我哪儿也不想去 我哪儿也不想去 严相 你害得许墨尘不理我 你怎么那么狠心 不是我很是你傻 对 是我傻 我傻才有你这种闺蜜 只顾自己不管别人 聂思琪 我就是因为顾忌你的感受 才这么做的 别说漂亮话了 从今天起 我们不再是朋友 我如果再踏入消失光年半步 我的姓就倒过来写 你怎么就看不清事实呢 你干嘛发这么大火 严下惹到 害得许墨尘不理我了 那许墨尘呢就是利用你 现在发现你没价值了 就一脚把你给踹了 你跟严下发什么火 你怎么也跟严下一样 就见不得我好呢 我 我跟你讲 那你现在就是太外屈实实了 你以为蒙蔽了双眼 就可以忽略眼前的真实 那是你自己欺骗自己的方式 我不信 我就不信 你就是不壮难强 不死心 好 那你现在就去找许墨尘 你直接表白看看 你看得接不接受你 我现在就正面给你看 我现在就正面给你看 错的是你们 你死心 你尝尝这个 这是澳门特色的蒲氏蛋挞 我吃过这个 我吃过这个 给你科普一下 这下面这个是蛋挞层 里面这个是蛋黄 然后上面烧焦的是焦糖 猪油膏 你想吃猪油膏啊 那你等着我 我去买 谢谢啊 没想到你还挺信心的 在你的世界里 没想到的东西多了 什么意思啊 说我笨是吧 你觉得我是真聪明 还是装聪明 你现在是 夸自己损别人 你回答我 好 我问你最聪明心了吧 我说的 我说我不是 我说你这不是 我说我 我看你这不是 我说的 我看你这不是 我说我 你这不是 我说我 我说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怪总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说得好像你第一次出来旅行一样 真的 我真的第一次出来 怎么可能堂堂DI总裁 自从我父亲过世 我结长DI以来 每天面对的就是业绩 DI上市 开会还有整合 哪有时间去旅行 我是你的未婚妻 我们还是工作伙伴 我们一起经历了DI的成长 DI的上市 是你最在意的事 DI是什么 什么又是上市 DI是家服装品牌 而你是DI的总裁 DI的上市 是你父亲临终前的遗愿 吃什麼 煮生麵 求可不 煮生麵 你看看澳門整個城市 再短短幾年內就有了新的風貌 就好比我要在超短時間內找到靈感 是一個道理懂嗎 雯香 你傻嗎 不會找地方躲雨啊 丁總 累了就放我下來吧 我自己會走 我累了自然會收 來吧 这是今天所有的记录 你仔细研究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灵感 谢谢你为我做的 所有努力 谢什么呀 如果你成功了 就代表我的眼光 是正确的 丁总 你真的放得下迪哀吗 如果放下迪哀 你就会失去那种 高大上的生活 加上沦落到消逝光年 你不觉得可惜吗 迪哀已经是过去事 我不想再提 至于以前的那种生活 不就是开好车住民宅吗 对我来说也没什么 我现在只是可惜啊 消逝光年的私人定制计划 就这么被搁置了 店长 我和恢复不见了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找一下 有照片吗 我手机上有 传给我 我发到其他店里 让大家帮你一起找 谢谢店长 咱们这次寻找灵感之旅 成功 我们来打赛完再加 технолог 那 那边有家便利店 好 三二一 茄子 消息已经发出去了 如果有什么发现 大家会联络我的 你未婚夫为什么会走丢呢 因为一场车祸 脑部受到了撞击 只有片段的记忆 就是你那天请假 道路那边发生那场车祸吗 怪不得你要辞职 原来是为了照顾她 如果她记起来了 一定会感动似的 希望如此吧 对 有张纸条 是有张纸条 是有张纸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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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总 我现在没有灵感 可能完成不了心目的设计 你得帮我 灵感这事儿我可帮不上忙 如果我真的因为心目 断送了设计师梦想 你也一定不忍心吧 所以 你必须帮我 行吧 你说 去哪儿寻找灵感不行 非得来澳门 现在晕船了吧 你看看澳门整个城市 再短短几年内 就有了新的风貌 就好比我要在超短时间内 找到灵感 是一个道理懂吗 今天一天的行程 我总结了一下 但是我总觉得你心不在意 动张希望 言下你该不会是在 我动张希望 是在观察 别人的衣着和品温 对 对对 喂 丁总 你大半夜跑哪儿去了 我没事 我出来偷偷气找灵感 好了 咱们这一次寻找灵感之旅 成功 丁总 这样吧 那个 咱们庆祝一下 咱们喝瓶啤酒 我去买水吧 那边有家便利店 好 店长 我再出去找找 如果已有消息 你就联系我 好的 没问题 你 闻笑 闻笑 对不起 从这一刻开始 我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事先一步 林善 你听我 你什么都不用说 就算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我也不在乎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我全部都想起来了 林善 我之所以会在澳门遇见你 是因为眼下帮我安排的 我不是自己来找你的 我是来帮眼下寻找灵感的 对不起啊 林善 我之前一直不敢面对你的感情 是因为我害怕 跟你坦白之后 会失去你 我会变得更加的孤独 也怕伤害你 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 我要去面对我内心最真实的情感 林善 我真的很喜欢眼下 所以对于我父亲给你的承诺 我办不到 对不起 闻笑 能不能留下来 陪我最后一天 affiliate 按钮 演讲 演讲 快去DNA以降 我怕司机会出事 他怎么了 我今天怎么跟他说 他都不相信许莫诚里用他 然后我就急了 我说你跟他告白去 结果就跟他一起真去了 你说万一徐墨诚真的拒绝他 他出事怎么办 眼下里快帮我治治他 快快快 眼下里快去 你为什么不去啊 我 因为我跟他承诺过 他的事我绝不干涉 如果干涉的话 那就立马搬走 仁煦 你不要太迁就他 他不受伤害是不会清醒的 话是这么说没错 可是万一真出事了 那我怎么 你是第一天认识他吗 你不让他受伤害 他是不会清醒的 我就守在这儿 我就不信我等不到你 我今天非要问个明白 徐墨诚 仁煦和眼下说你在利用我 我今天过来 就是要向他们证明 你没有利用我 你是真的喜欢我对吧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没心思跟你聊这个 徐墨诚 今天你必须说清楚 我想让你告诉我 你没有利用我 你是真的喜欢我 所以你才会带我去看夜景 送给我项链 还让我到DI当经理 我们现在就去向眼下 和仁煦说明 你是真的喜欢我 是他们错了 能不能别烦我 徐墨诚 我念死琪 哪点配不上你 我全心全意 为你做了那么多 哪怕是伤害到眼下 也在所不惜 我现在只是让你证明 你没有利用我 没有欺骗我 你却还嫌弃我 逆思琪 我就是在利用你 欺骗你 在我眼里 我根本就看不见你 麻烦你认清现实 离我远一点 我恨你 我恨你 有些股东已经失去了信心 将手中持股转让 面对现在这样的状况 你 只有让炎夏 尽快离开DI 要炎夏离开DI 那么信母不救 信母是慕灵山的创意 只有结束和炎夏的合同 找回慕灵山 重新接受 才能挽回股东们的信心 可是 敌爱是你父亲一手创立的 如果你不想敌爱 落入雨薇之手 就立刻执行 你不想敌爱是你父亲一手创立的 你不想敌爱是你父亲一手创立的